announce 這個字我們看第一個母音是在a的地方 所以它字形形成一個音節 我們念成a 因為它是在輕母音 那中音節落在第二音節 那它全部所有的字 注意看這個是比較少見 因為它的母音在ou 念成au 是一個雙母音 在這裡它是一個雙母音 然後呢 前面兩個子音and 後面兩個母子音 nnc 然後再加上一個e 那我們就要e 這樣放在字尾 它不發音 所以它不成為一個音節 所以這個字雖然說很長 但是它只有兩個音節 中音節落在第二個音節 我們就念成announce 那announce這個字呢 它是當作幾五動詞 它的意思叫做宣布 那我們在announce的後面 來看到加上一個名詞的母音 對不起 加上一個名詞的音節 我們就知道這個ment 它是一個名詞的音節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看announcement 這個字呢 就變成三個音節 那它當作名詞 是一個極無動詞 好 對不起 是個可數名詞 當作宣布 好 那這announcement呢 其實呢 Andy呢 在準備一段影片呢 給各位看一下 所謂的announcement 其實呢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很常用的 就是如果我們有出國 去搭飛機的時候 其實國內的飛機也一樣 對不對 我們常常聽到的空腹人員呢 在飛機起飛之前 會來一段所謂的廣播 那這邊呢 我們來聽聽看這段廣播 好 好 各位有沒有聽到 這邊呢 你看到英文寫的 叫Flight Attendant Announcements 好 Flight Attendant指的是空腹人員 那announcements呢 指的就是廣播 Alright 好的 所以我們先回過頭 來看看呢 我們這個字 好 這個例句 我們先來聽聽例句 The manager announced in the meeting that he would quit next week and this news certainly shocked everyone The manager announced 好 他說呢 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經理呢 Announced in the meeting 注意喔 各位 這是一個可以當成是一個 時間複詞片語 在開會的時候 好 他宣布了一件事 請聽聽聽說 那這邊有沒有所謂的售詞呢 因為 你不是說 announce是個紀錄動詞嗎 那他售詞在哪裡 in the meeting 不可能當售詞 那他的售詞在哪裡呢 各位 他的售詞 就在這個 由that所引導的名詞指句 注意喔 這是一個名詞指句喔 所以這個名詞指句呢 直接當作 所謂的 announce的售詞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它是一個紀錄動詞 他真正的售詞來在什麼地方呢 來在由 that所引導的名詞指句 那裡面呢 有主詞 有動詞 that當成一個連結詞 引導一個名詞指句 來當作announced的售詞 那 in the meeting 這邊只是要強調 他宣布這項消息的時間點 是在於他怎麼樣呢 會議中 在會議中 ok in the meeting ok 所以他說這個經理呢 他宣布了這件事情 在會議的時候宣布了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是什麼呢 he would quit next week 那這quit指的就是辭職的意思 這字大家應該很熟對不對 他下個禮拜呢 即將辭職 and this news certainly shocked everyone 而且呢這個消息呢 當然呢使每個人都感到很震驚 這個shocked指的就是使震驚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第二個例句 the NBA player made an announcement that his basketball career would end next season the NBA player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NBA的球員 他做了一件事情來 各位這個字 這邊呢是一個片語 希望你們記下來 叫做made an announcement 我們知道announcement是宣布 它是名詞對不對 那它的動詞呢 我們要搭配一個make這個動詞 好那make an announcement 其實就可以等於announce 好所以這邊我們可以幫各位呢 做一個整理 make an announcement 好這個就是宣布的意思 宣布一下什麼樣的消息 那其實它就可以等於announce announce announce 這個記錄動詞 這兩個意思 其實可以當成是同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呢 這位NBA的球員呢 他宣布一件事情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件事情 注意到在這邊 它就不再是一個 所謂的名詞詞句了 在這邊呢 它是用來補充說明前面的 宣布這個名詞的內容 好那這個內容 這個它做了一個宣布 這個宣布的內容是什麼呢 his basketball career 它的所謂的職業籃球賽的生涯 would end 來各位這個end 當作一個不幾乎動詞 叫做結束 什麼時候結束呢 下一個季節 Alright 好所以我們回過頭來 看看這個字 當作動詞的時候念成 announce 當作名詞的時候念成 announcement 不可以 請問 我們 請問